他使世界顶级杀手 无论何时何地对方有多少人 只要给他一个地址 他总能完美地完成任务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 日本的动作片杀手预言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不祥之夜 日本某黑帮正在和俄罗斯黑帮 举行结盟的仪式 本来气氛烘托的非常好 大家伙有说有笑一片和谐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叫做预言的杀手 带着头套杀了进来 七里咔嚓 短短几分钟之内 就把这帮家伙全给杀了 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被害方死得毫无痛苦 也算是集体善终 作为一名从小就接受 严格训练的杀手 预言在生活中 跟普通人的差别非常大 他几乎不识人间烟火 甚至连笑点都跟孩子似 每次执行完任务 预言都会把枪扔到一个固定的地方 从水底下积攒的数量来看 死在他手里的人 没有一千也得有八百 由于最近风声比较紧 预言的师傅 也是杀手组织的老大 决定让预言休假一年 过普通人的生活 在这一年之中 预言绝不能杀人 否则他会毫不犹豫地把预言干掉 为了隐姓埋名 师傅为预言和女杀手 大阪当地的黑帮跟杀手组织 有着密切的联系 师傅已经联系好了 到时候那边的黑帮会 妥善安排他们俩 临行前 师傅送给了预言一只鹦鹉 希望这个冷酷的杀手 能够通过饲养宠物 渐渐地恢复一些人性 就在预言杀了人离开之后 两名杀手来到了现场 他俩也是被人雇佣 来干掉这部人的 没想到被别人给抢了先了 都是搞专业的 这二位一看这杀人的手法 就知道这个杀手不简单 在杀手界 一直有关于杀手预言的传说 但从来也没有人 真正的见过预言 而且很多杀手都认为 预言只不过是杜撰出来的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他更像是杀手们的 一种精神榜样 渴望而不可及 但这二位深信预言的存在 决定决第三尺 要把预言找出来一事告下 一切收拾好之后 预言和杨子开车前往大阪 大阪有一个叫真黑的公司 表面上是一家正规的公司 其实是当地的一个黑社会组织 真黑公司下面有很多的分支机构 刀疤脸是机构的一个小头目 这哥们野心不小 一直想着有一天能做上老大的会的 负责接待和安排预言的 就是这家公司的社长 以前预言的杀手组织 没少替真黑公司杀人 现如今人家找他们帮忙 会长也不好推辞 就把这件事交给了社长 预言的为名 老百姓不知道 但这帮黑社会的人 早就如泪惯耳 真黑组织的骨干成员 小岛假是出狱了 这哥们因为杀了出狂的女朋友 被判了八年 这是一个十足的大坏蛋 在帮派里也是七个不服八国份 仗着有拜靶子的大哥社长罩着 整天欺负底层的骨灰蛋 预言和杨子来到大阪之后 会长和社长亲自接见了他俩 预言简单的露了一手 就把这个黑帮的老大和老二给震住 社长把预言和杨子 安排在了他自己的一套房子里 晚上预言和杨子 从酒吧出来之后 社长安排了两个蛊惑仔出现 社长就是想试探一下 预言到底几近几两 但预言答应过师傅 这一年要低调的过普通人的生活 因此他被结结实实的胖揍了一顿 这时候我们的女主清水妹刚好录 看到预言被揍成这个熊样 主动把手绢递了过去 两人算是有了一面之缘 预言不肯出手 让社长感觉非常不爽 预言上次执行任务式的过程 被当时的一个黑帮成员 用手机拍了下来 这部手机最终被去处理尸体的一哥们拿到了 那两个一直寻找预言的职业杀手 找到了这哥们 这时候他们才确认 转过天不死心的社长把预言拉到了一大楼里 让预言干掉一个赖账不还的家伙 本来预言不想出手 但住着人家社长的房子 接下来这一年如果想安安生生的过日子 不拿出点绝活也是不行了 传说无论是什么对手 预言都能在六秒之内摆平 当社长刚数到三 预言就干净利索的把对方给干晕了 但他并没有杀人 即便社长用枪顶着他的脑门才毫不妥协 现在来说说社长那位败把子的弟弟小嫂 这哥们出狱之后 首先把欠他钱的一个皮条客给干掉 皮条客也是帮派里的成员 而且还是刀疤脸的手下 在皮条客的家里 小岛看到了杂志封面上的清水妹 在社长的见义下 预言开始到处应聘找工作 但由于什么都不为干 面试了好几家这些都不要的 当他正站在路口迷茫的时候 遇到了之前有一面之缘的清水妹 清水妹是个热心肠 把预言介绍到了自己上班的那家小公司 专门负责保洁和送派地 虽然无良的老板给了很低的薪酬 但预言还是欣然接受 他的目的不是挣钱 就是想找个事干 社长对这个拜靶子的弟弟 比亲弟弟还亲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小岛在公司里看谁都不顺眼 刀疤哥向来跟小岛不对付 两人一见门就剑拔担仗 恨不得把对方给生存活泼了 晚上预言去找社长的时候 刚好遇到社长心脏病发作 社长一住院 小岛算是没人管了 他不顾社长的警告 坚持要利用女人赚钱 他根据杂志上的信息找到了清水妹 想让清水妹按照他的意愿 去跟上流社会的大佬接触 被清水妹当场给拒绝了 不过这难不住小岛 他首先派人打伤了 清水妹工作的电脑板 然后又以清水妹的老妈相威胁 眼瞅着自己的老妈要被伤害 清水妹无奈 只好答应了小岛的要求 晚上清水妹和小岛见了面 两人正准备签合同的时候 帮派小头目刀疤哥带着人 把小岛给绑架了 捎带脚把清水妹给掳走了 一直联系不上小岛到社长晃了手脚了 请求玉岩帮忙去看看怎么回事 玉岩来到小岛家 根据现场的种种迹象 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并且还看到了杂志上的清水妹 刀疤哥绑架小岛的目的 是想让小岛栽赃陷害社长 不过小岛这家伙虽然坏 也是个硬骨头 宁死也不肯陷害自己洁败的大哥 其实对玉岩来说 小岛死不死跟他没有关系 他主要的目的是去救清水妹 因为在他打算当普通人的这段日子里 清水妹对他非常的招呼 为了新手不杀人的承诺 玉岩还DIY了一批打不死人的子弹 得知玉岩仓和了黑帮争斗的事 玉岩的师父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 他禁止玉岩杀人 其实就是打算让玉岩退出杀手这个行当 融入到社会做个普通人 如果玉岩无法适应这个社会 改不了杀人这个毛病 那么他将亲手干掉这个 自己培养起来的宝贝徒弟 一切准备救去之后 玉岩和杨子来到了 刀疤哥负责管理的垃圾处理厂 接下来就是营救小岛和清水妹的戏本 这场长达十多分钟的动作戏 打的是鸡飞狗跳啊 玉岩以一己之力单挑几十个人 最后不仅成功的救出了小岛和清水妹 而且还没有杀一个人 那两名一直想找玉岩挑战的职业杀手 最后被赶来的玉岩的师父碰碰两下也干掉了 社长虽然非常疼爱小岛 但这个败把子的弟弟实在太不让人省心了 为了化解帮派内部的矛盾 他最终忍痛把小岛给杀了 玉岩没有违背自己的承诺 他师父也找不到杀他的理由 据说第二章刚刚上映 不知道杀手玉岩又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一路江湖难回头 金盆洗手梦难求 脑袋挂在宽腰带 家人跟着也犯愁啊